好杨志良呢在昨天他又把政院退回的辞呈他又送了出去了 现在传出说会不会未留只是一个剧本呢 虽然府院是强力的未留 但是呢朋友透露说 府院一再退回了卫生署精算的健保案 摆明呢就是要杨志良走人 所谓的权力未留呢只不过是套好的剧本而已 那么杨志良临去之前发表了频繁选举后果押民公开的声明 痛斥了政党呢为求胜选 即使对多数人有利的政策也因此却步 那么对杨志良有人透露说 明明呢就是政院要杨志良离开这样的话 那么吴敦毅幕僚知道之后很惊讶的说 他怎么会有这种感觉呢